熱情贈送市民發財經 大年出山 新北市長侯友宜到鷹哥石步道走春 雖然天氣陰雨綿綿 但似乎不影響侯友宜的好心情 有這個登高望遠的感覺 空氣清新 奔多精多 身體健康 切三走春 走春 才剛走上步道 要登高望遠 就不小心狡猾 差點摔跤 不過2024總統路可不能狡猾 最新民調顯示 若是侯友宜參選2024 恐怕只能得到藍軍62%的支持 因為部分泛然人士會改投柯文哲 而在民進黨定於一尊的賴清德 則是可以拿到黨內81%的支持 侯友宜若想在2024登上總統寶座 得先整合藍軍 重要的 因為我是新北市現在的現任市長 市長有市長的角色 所以要把工作做好 我現在在規劃2030的現場工程裡面 我們希望不管是捷運 交通 經濟產業 甚至社會關懷面 我們都能把它做到位 再被問到2024的敏感話題 侯友宜依依舊是一貫的喉事回答 私下繼續 鴨子滑水 朝總統大位邁進 歡迎新聞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賞 請出文企業